一首让世界充满爱让郭峰红遍大江南北 25年都驰骋在音乐圈的他 今天却展现了他对艺术不一样的诠释 10月21日2011郭峰画界艺术展在京隆重举办 一个从歌手到画家的华丽转变得到了圈内人士的好评 张咪等人到场助阵 活动现场郭峰用音乐人的身份演奏了两首乐曲 并用3D打造了一个虚拟的画展空间 实现了现实与虚拟的空间跨界 表示自己实现梦想就像在做梦一般 做梦一样的自己有这么一个爱好 这么一个热爱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完全和音乐不沾边的事情 突然搞得那么大 搞得那么正规 真的是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一个 自己的一个 一个歧视梦想 郭峰一直保持热对绘画的热情和追求 此次展品中全部都是以不同的颜色的色块 完成一幅作品 郭峰带领大家要有能听的话 能看的音乐 用音乐谈话 用画面绘越 自创了有特色的门派 虽然很简单 色块很简单 但是到今天为止 有可能我自己没有发觉 有可能也会有存在 但是真正的用色块来作为一个主体的绘画 到今天第一期确确是没有 等于说是自成一派 等于说我自己成了一派 我真的我在展览 昨天晚上我还在很紧张 我说了这个话出去 别人会怎么说 说了这个完全是有点乱话 其实是我觉得 有可能有些时候说胡话 说错多了 也是一种特色 都知道我 我为什么这么说 我为什么不aver 因为中文